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2年12月15日 安徽临泉县小李庄 老李扛着锄头 趁着农闲去田里翻地修地 12岁的女儿小丽 牵着弟弟的手在父亲后面玩耍欢笑 自妻子病故以后 老李靠着这片田将儿女抚养长大 在他眼里 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生命的支撑 虽然是冬日 劳作的辛苦还是让老李的额头冒出了不少汗水 小丽抓着袖口 给父亲擦汗 此刻 幸福的一家三口丝毫没有察觉 不远处 有双恶魔的眼睛 贪婪聚焦在小丽稚嫩的面容上 久久不放 第二天 村里没人见到老李一家的行踪 起初 所有人认为老李身体抱恙 在家休息 只至晚上 老李母亲去到他家 发现屋里一片漆黑 靠着窗外的月光摸黑寻找灯线 却先碰到了一只冰冷的脚 老李母亲心中存疑 顺着胳膊 脸庞和披散的头发摸去 孙女全身冰冷僵硬 惊慌之中 她终于找到了灯线 将灰暗的乌丝灯拉亮的刹那 才发现儿子 孙女和孙子三人 倒在雪坡之中 孙女 孙子 脑门均被砸出一个窟窿 面部血肉模糊 李母悲伤的呼喊 瞬间传遍了村里的每个角落 警察很快 赶到现场 经侦察发现 凶手昨晚 翻墙进院 使用圆形钝器将三人杀害后 对年仅十二岁的小丽进行了监尸 老李的母亲呼天抢地 抱着孙子孙女的尸体 哭喊他俩还是单纯善良的孩子 不知是谁竟能下出如此毒手 警方通过现场勘查 做出DNA检测 发现此人同河南发生 连环强奸灭门案的凶手 信息基本一致 警方迅速反应 在各路口设卡排查 但是恶魔早在警方行动前 大摇大摆回到河南境内 寻找下一个作案的机会 有这样一段杨新海的字数 四年时间 我流传四省 二十二个市 县 区 抢劫 杀人 强奸 故意伤害作案二十六起 杀死六十七人 伤十人 我创造了这触目惊心的数字 你们是做司法工作的 我应该是见过以后 杀人最多的杀人狂吧 恶魔名教杨新海 曾经他学习的成绩 名列前茅 被家里寄予希望 曾经的他热爱文学 作家是他追求的目标 曾经他是亲朋邻里口中的 优等学生 村里孩子的典范 只至他落网后 连他父母也不知道 为什么 这个从小老是本分的好孩子 会在短短离家数年内 变成不折不扣的 中国恶魔 有人说过 世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 我受了很多苦 从一个正常情感的人 退缘成冷血恶魔 也不是个偶然的结果 1968年7月 正阳县杨桃村村民群情激愤 前呼后拥奔赴刑场 观赏杨宝常被枪毙的场面 一声枪响 拍手称快的村民 情绪被完全引爆 手握采旗 搞呼口号 闯入杨宝常家 将财产细节一空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 成分不好的杨家人 就像一个谭云 被村中所有人所唾弃 1970年 杨宝常的孙子杨新海 呱呱落地 这个新生儿 刚出生就被扣上 黑五类的帽子 成了所有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伴随着匹 与唾骂 杨新海逐渐地长大了 六岁的杨新海 没有朋友 每次接受完批斗后 就远远地看着 一个叫小菊的女孩 阳光下 她扎着两个小辫 睫毛很长 眼睛大大的 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 她想上去 跟小菊说说话 却总有大人 拉着小菊的手说 她是坏人的孩子 成分不好 离她远点 千万不能跟她说话 杨新海就这样 一直被丢在灰暗的世界里 贫穷之极的家庭 人见人妻的经历 父母的打骂与暴怒 别人生气时 她是出气筒 别人高兴时 她是被欺负的工具 痛苦 让杨新海 从没体会过 做人的尊严 六岁的她 如牲畜般 苟活在世 内心 充满了自卑 贫穷的杨家 唯一的家具 就是一张床 全家人 挤在同一间屋子里 无数个夜里 杨新海 总是想起 小菊的背影 她不过 是想有个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让别人喜欢自己 是如此的困难 历史的风波 结束以后 杨新海 终于不会因为 成分高低 而任人欺凌 可童年的创伤 让她变得少言寡语 从不相信任何人 更不相信自己 能拥有爱 她专注 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 学习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 画的一首好画 对文学 情有独钟 甚至还创作过 长篇小说 在精神层面上 杨新海 是自己的王 但在残酷的现实里 他和他的家庭 极度穷困 是村里 嘲笑的对象 为了改变命运 全家将一切希望 压在成绩优异的 杨新海身上 哥哥妹妹 停学打工 所有的钱 只为能让 杨新海 有书可读 他享受着 家中最好的资源 担着最沉重的担子 每天中午放学 离家较远的 杨新海 没有钱吃食堂 只能借用 附近亲戚家的锅灶 随便煮些面条 看着亲戚家 饭桌上的肉包子 各种流着油 飘着香 再看看自己 清汤寡水的 杂面面条 贫富差距 一眼望尽 家中明明 把最好的东西 都给了自己 但这些 在别人内里 却显得 如此寒酸 杨新海 虽难以弥补 自卑与贫穷 专注努力的他 却逐渐 得到了 小菊的芳心 多年之后 小菊从原来的 小女孩 已经出落成 漂亮的姑娘 支里懂事 十里八乡 无不交口称赞 这年小菊 十六岁 是该张罗 自己事的年纪了 村里人都猜测 谁会把这朵花 迎走呢 梅婆 踏烂了小菊家的门槛 她都摇头婉拒 方心按许 才花横溢的 杨新海 从小到大 在无数的 午夜梦回中 小菊 都是杨新海 思念至深的女孩 少男少女 内心悸动 本是狼情窃异 但杨新海 想到自己条件 贫穷至极的家庭 便始终 不敢捅破 这层窗户纸 两人每天 一起谈谈 坐坐 关系始终 像一片薄薄的云 飘过来 飘过去 下不成雨 我能配得上人家吗 杨新海 常常这么问自己 为了抚平 这痛苦的情绪 杨新海在放学时 常常光顾 镇上的书店 在一处角落中 藏有一些色情书刊 他小心翼翼地翻开 触摸杂志上 裸露的器官 他将这冰冷的触感 想象成小菊 柔软的怀抱 每日 陶醉其中 成为那段时间 自己 唯一的门存 小菊每天 都会出现在 他的性幻祥里 梦醒之时 内心深处的雀懦 与自卑 又强烈压抑着 杨新海的欲望 不敢将爱 表达出口 一次放学路上 杨新海看到镇上 有人娶亲 唢呐炮齐鸣 新郎骑着 新自行车 一马当先 风光无限 奔向自己的 洞房花竹 他羡慕极了 幻想自己 和小菊结婚时 也能有这般神气 杨新海 询问村里的老人 结婚大致 要花费多少钱 老人大致 估摸出一个数 杨新海 不仅倒吸凉气 为了能娶小菊 杨新海 下定决心 一定要赚钱 高三 下半学期开始 父亲 拿出一块布 里面 包着刚刚 从四处凑来的学费 让杨新海 带走 杨新海 看着这点 可怜的钱 长叹口气 如此下去 不知啥时候 才有取小菊的钱呢 就算今年考上大学 自己这四年能等 小菊 可不一定等得住啊 杨新海 没有拿学费 而是直接 找到同村的青年 跟随他们 外出打工 临走前 杨新海 向小菊 告别 他鼓起勇气 承诺 自己 一定可以靠这双手 过上好日子 到时候 赚到了钱 就回来娶你 小菊 双腮红韵 低着头 不敢看向杨新海 轻声说出 我等你回来结婚 杨新海 极为兴奋 想要将小菊抱住 但还没来得及 张开手 便强行地 隐忍下去